鷹哥傳承多年的好滋味 堅持純手工製作 很好吃耶 真的是我剛剛自己煎的 自己覺得很好吃 然後它豆子的味道很濃 非常的香 豆皮包裹的酥酥脆脆的 口感也非常的豐富 它看起來金黃色的很漂亮 很好吃耶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好好說好好說新北 我是主持人婉婷 新北市的建設腳步從來不停歇 鷹哥區又有一個藝術新地標 邀請到文化局長來為大家說明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文化局長張嘉玉 美術館其實坐落在 藝術氣息非常濃厚的陶石重鎮 鷹哥剛好位在大漢系跟鷹哥系交界的一個新生地 外觀是材質於三陰地區非常常見的蘆葦 主要的一個材料呢 材質於噴砂的旅館以及鋼板 作為建築的一個主要材料 在視覺上它會呈現模糊朦朦朧的一種美感 剛好可以搭配上陰地區的河岸景緻 建築師也稱它是 蘆葦從中的美術館 美術館主體建築下面是不是有一個藝術街坊 藝術街坊它有19個小空間 我們邀請了很多跨域的藝術創作者來進駐 未來我們規劃引進藝術的商店工作室 藝術沙龍的一個講座 以及讓市民可以體驗手作的活動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希望能夠打造成藝術聚落的想像 藝術街坊建築工法上面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牆面的部分是採用三木紋的一個斜紋清水膜 搭配著後面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建築 互相呼應非常具有特殊的一個美感 如果我們一群好姐妹啊 或者是媽媽帶小朋友去玩 附近除了新美式美術館 還有什麼可以順便去逛一逛走一走的 陶瓷博物館也有很多手作的體驗 還有英哥老街就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更多美術館附近的消息 還有活動啊展覽 我們可以到哪裡去看呢 只要搜尋黃英哥三個字呢 我們就可以搜尋到美術館周邊 不管是活動啊 好吃好玩的一些相關資訊 除了藝文展覽活動還有網美景點 我們當地的美食也是非常的重要 它也是文化的一環 局長今天是不是特地為我們準備了當地非常有名 好吃的食物呢 當然囉 那我們馬上進入新北厚厚家 今天帶來的是 英哥傳承多年的好滋味 堅持純手工製作的 滿口豆子的那種香氣的味道 對 它就是在豆皮的製作過程當中 附著在竹塊上面一層層的豆皮 然後店家把它取下來之後就變成豆汁 就炸一炸之後就變這樣脆脆的 它其實可以搭配著根湯啊 或者是菜肴 撒在上面蠻香蠻酥脆的 吃吃看豆皮 它看起來皮是脆脆的 一點點焦黃焦黃的感覺 然後我們剛才撒了胡椒鹽 很好吃耶 這個味道不加鹽應該也是很好吃 原來的香味 對 這個是我剛剛自己煎的 我自己覺得很好吃 皮脆脆的 然後它豆子的味道很濃很香 感覺就是沒有添加什麼的 其他的人工調味料 對 嗯 雞卷非常的香 有吃到高麗菜的味道 豆皮包裹的酥酥脆脆的 口感非常的豐富 它看起來金黃色的很漂亮 很好吃耶 試吃完這個傳承 70多年的在地好味道之後 我們就要來小考試了 馬上進入快問快答 講到英哥會想到哪三件事 陶博館 美術館 跟英哥老街 新本市還有哪些藝術空間呢 博物館的那部分 淡水的古蹟博物館 巴黎的 13號博物館 英哥桃子博物館 平林的 海博館 還有瑞芳的 黃金博物館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藝文中心 音樂表演為主的 新北市藝文中心 以傳統藝術為主的 新莊藝文中心 具有時間去場測色的 樹林藝文中心等等 2030院景中心 新北市有規劃 五條美學廊道 都會探索 府中美學 藍天海岸的淡水 古蹟文化 綠色山林的茶山文化 紅色淘寶的三陰文化 以及黃金三層的 礦業文化 新北市地廣物博 文化資產的數量非常多 那大家如果想要查詢 新北市的文化資產 有方便快速的方法 文化局有設立一個 新北市文化資產查詢網 那這個部分有多重的一些 圖資以及資產的數位資訊 那提供民眾 線上即時的一個查詢服務 那我們新北市地靈人節 希望可以舉出 新北市的藝術家嗎 像金山地區的李在前 新店地區有視覺藝術家 莊普 中和地區的雕塑藝術家 柳伯春 三峽地區 藝術家前輩李梅樹 還有瑞芳的一個礦工畫家 洪瑞玲等等 我們在美術館籌畫期間呢 也針對這些新北的藝術家呢 我們也拍攝了一系列的 新北藝術家檔案紀錄片 可以上我們美術館的一個 YouTuber來做觀賞 局長未來在美術館 你們什麼特別的規劃嗎 我們美術館從4月15號 園區開放之後呢 就有一系列的開園活動 5月份的閱讀節活動 6月份的 獅巴達運動藝術體驗的比賽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 古藝節活動 在7月份我們會有 城市藝術節 在10月份我們辦理 全國性的台灣設計展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一起來共享盛舉 我們辦了非常多活動 那如果民眾想要 follow他活動的細節 時間地點 那可以到哪去看呢 像我們文化局的官網啊 或者是新北市文化局 粉絲專業來follow 喜歡我們節目朋友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北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歡迎 我們今天邀請到文化局長 來到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文化局 嘉義局長來到現場 嗨 我接著嗎